喵 思路路崎岖的道路 推上不時沿街現身的名字 以及腦海中不斷閃過的阿票傳說 一舉移動,五步站單靜靜小心應對 這是過去台灣民眾對北宜公路的集體記憶 對於居住在宜蘭地區的民眾而言 在雪山街道幾北部濱海公路尚未開通前 除了火車 台九線是返鄉唯一的路 有產當年開拓北宜公路鎖金之處都是山林地區 開屁不易 日本政府採取乍山的方式開路 且這種危險的工作多有台灣人指信 當時造成了許多傷亡 再加上大陸本身緩傷而阻 平均路況僅約7-8公尺 不經常發生車禍 尤其是續完宜蘭鎖金之金面山路段 因下山的山路曲折 數有9萬18拐之稱 由於道路線行齊虛視線不良 早年因重大事故頻繁 因而被認為是不解之地 甚至在早些年 於1972年5月13日 當時唯一所樹林國中部的學生去畢業旅行 可是令誰也沒想到 原本一場開心的畢業之旅 卻在遊覽車行進北宜公路時 發生了一場死亡車禍 當時 載著樹林國中二年13班的一輛遊覽車 在經過北宜公路平林鄉十朝村路段時 車輛突然滑落至300公尺深的山坡下 釀成了13人死亡 37人輕重山的慘劇 這場意外最讓人覺得詭異巧合的地方是 5月13日 2年13班 死者13人 真的是巧合得有點過於離奇 此事件發生後 許多途經北宜公路的車輛 都在沿途撒半名字 以便驅除煤氣 更讓北宜公路增添了許多詭異陰聲的色彩 而這場事故 更是北宜公路往後許多靈異故事的開始 不可今天就來敘述兩則 北宜公路上傳聞的靈異事件 以下建議第一人稱敘述 我本身是從事導遊的職業 我是帶了一個團到宜蘭旅遊 結束導遊的行程後 從宜蘭返回台北的回程 當天約末是晚上的9點多 這時的小巴上 只剩下我跟司機大哥兩人 由於連續幾天工作下來 我一上車後 便馬上昏迷睡死過去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 迷迷糊糊間 聽到了一陣喘息症 我睜開眼看了一下是哪裡發出的聲音 此時我看到 這時的司機大哥滿頭大汗 將車停在路邊 將車上旅客吃剩下的一些零食飲料等 往車窗外拋 我當下有點傻住了 便問了司機大哥說發生什麼事了 為什麼不開車在那邊丟東西啊 但是此時司機大哥 對我問他的話完全充有不穩 只是一昧的 嘴巴裡一直念著歐彌陀佛 佛祖保佑之類的話語 丟完東西後 司機大哥回到駕駛座位上時 還對著駕駛座位上 掛著的佛像拜了三拜後 才又發動了車子出發 整個回程路途中 司機大哥都不說話 整個空氣中充滿了詭矩的氣氛 一直到了我們到達台北的飯店後 我才忍不住開門問司機大哥 剛剛到底是發生什麼事了啊 為什麼有在半夜的山路上 把車停在路邊 還做出一些奇怪的舉動 此時的司機大哥 看起來心情已經從剛剛的驚慌中 慢慢的冷靜下來了 於是便跟我緩緩的到來 當時他正開車 行經9萬18拐路段時 不知道怎麼了 小巴突然的起火了 怎麼發動都發動不起來 剛開始以為是車子出了問題 便下車檢查 可是就當司機大哥 趴在機上看車子是否有漏油時 卻發現在車子底部另外一側 突然的出現很多雙腳 正無聲無息的 在車子周圍走著 在這個三更半夜的山路上 明明下車時周圍連個人影都看不到 怎麼會突然出現一群人 圍著車子走呢 而且更詭異的是 這群人只有趴在車底才會看得到 爬出車底之後 周圍完全看不到一個人影 司機大哥此時又浮現了 關於此地的種種靈異傳說 身體也就不由自主的抖動了起來 因此才會有後續將一些 把食物飲料往窗外拋的動作 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要進行普渡亡靈 留下買路錢 而奇妙的是 就在做完這一連串的動作後 車子後續真的順利發動了 這件事件事後也給司機大哥 心裡帶來了極大的陰影 往後如果不是真的必要 司機大哥都會避免 在晚上行進北移公路 回想那年 我才剛買車沒多久 有次在過年要回宜蘭的那個晚上 在北移公路發生了一件離奇怪事 記得那年因工作需要買了台車 剛好適逢過年要返鄉 那時雪碎還沒開始啟用 因此往返宜蘭 只有滨海公路跟北移公路這兩個選擇 在桃園工作的我 選擇了北移公路返鄉 為了避免塞車 我還特地選在小年夜當天凌晨出發 這是我第一次自己開車走北移 為了怕精神不好 上路前要特地買了咖啡口香糖就上路了 晚上11點多 車開架在高速公路下了安坑交流道 一路往新店開去 由於是提早一天返鄉 所以路上車流還算少 進到北移的時候更是沒有幾台車在路上 就這樣一路往平林開去 也忘記開了多久 看了一下車上的時間 顯示11點59分 我看了一下車子的前後方 是完全沒有其他車輛 也不知道怎麼搞的 總覺得心裡怪怪的 突然想到很多北移公路的靈異傳說 再加上自己是第一次走北移 而且路上完全沒有路燈 心裡難免有點小緊張 於是便把車內的音樂調大 想要舒緩一下緊張的氣氛 就在時間 走到了凌晨12點整的時候 路上很詭異的開始飄起一陣濃霧 這霧來的又快又急 大半夜的 前方視線只能看到大約7、8公尺的距離 就在我準備放放車速的時候 有一道白影 很快速的 從我車子的前方閃過 緊張的我下意識的踩著緊急煞車 就在我車子停下來的時候 因為緊張我也不敢通常希望 在一團濃霧裡 我眼角的餘光 看見一團像煙霧一樣的東西 從我的副駕駛座穿透了進來 詭異的事情是 當時我的車窗明明就是關閉的 而這團霧 就在我副駕駛座來回遊移 接著我 也忘了在停下的車子裡面 坐了多久 慢慢的 我才又踩下了油門 就在車子 開始移動的過程中 我發現我接下來的所有動作 都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來行動 簡單來說 就是我看見車子往前開 可是我的手跟腳 完全不踢我的實況 就好像我在看著別人開車一樣 接著我親眼看著自己的手 把車子的大根跟霧燈給關掉了 映入眼前的除了儀表板的燈光以外 是一片漆黑完全看不到前方道路 而車子還不斷的在慢慢加速 我感覺自己就像中邪了一樣 而我的潛意識不斷告訴我自己 要盡快把身體的控制權抓回來 就在我用意識掙扎了一小段時間 過後沒有多久 我就發現我自己的腳可以移動了 第一時間我立刻就放開右門 踩下了煞車 踩下煞車的那一瞬間 我整個人就突然回省 當我在把大燈打開後 順便下車查看的時候 我的車子指時 就停在一個大彎道 距離邊坡懸崖護欄 只剩不到30公分的距離 再遲個0.1秒我就衝下懸崖了 就在我輕信撿回一條命 準備上車的時候 就聽到山谷裡 傳來一陣很詭異的笑聲 慢慢地遠去 我連看都不敢看 直接上車死命的加油門 帶著驚恐的心情 站站站靜靜的 把車子平安的開到了宜蘭 然後找了廟去拜拜 還記得回家後 泡了個熱水澡 回想這一切的經歷 雖然是泡在了熱水中 但是心裡還是冷得吃發抖 不久後 偶然在一個報導中 看到了一個車禍新聞 一個貨車衰落邊坡 駕駛不慎身亡 此時又讓我回想起 那詭異的 男人笑聲 又在我腦海裡想起了 久久會知不去 雖然北宜公路01傳奇不斷 但也有很多人表示從來沒遇過 不過我心裡真心覺得 北宜公路真的可怕的是 區間測速 哈哈 你說是不是啊 總之出門在外 開車減速慢行才是王道 只要心存善念 天必誘之 今天的故事就到這邊喔 一樣記得訂閱按讚分享喔 各位觀眾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